18岁的肖邦似乎很想学贝多芬 他选择了一个简短的动机 想像贝多芬一样 用几个音就发展成为一部精彩的作品 但是肖邦翻车了 之前的贺友真岛上 我们都在分享音乐的作品哪里写得好 这一次我来分享哪里写得烂 大家好,我是小吃吃林贺 贺友真将持续出出有观点的音乐科普与赏西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肖邦的翻车之作 第一钢琴中文曲 这是一首被广泛嫌弃的曲子 被嫌弃到什么程度呢 从肖邦钢琴比赛到各大音乐会的舞台 几乎不会有钢琴家选这首曲子来弹 很多钢琴家哪怕要是录唱片 都会放弃全集的完整性 直接跳过这首曲子 直录他的第二第三钢琴中文曲 就连准备这个视频的时候 我要查论文 织网 甚至连谷歌也几乎收不到 关于第一首文曲的内容 这里我先做结论 它是一首尝试按照动机发展式写作的中文曲 但是写的太生硬 要从作曲视角说清楚 第一钢琴曲为什么这么烂 我们要先解释一下什么是动机发展式 它就是以动机作为基础 以发展动机为主导思维来作曲 通常来说这个动机比较短小 但作曲家会将其巧妙地衍生出更多的音乐材料 形成全曲 比如动机发展式高手贝多芬 在热情中文曲中第一乐章 三个音的动机 可以发展成这样 这样 以及这样 千变万画 有机生长 形成全曲 预告一下哈 这里是我透露了我们11月份会推出的新课 名曲中的乐理的部分内容 欢迎大家关注 肖邦也选择了一个这样简洁的动机 但是它发展的很是别扭 听了这一段后 你有没有觉得曲子一直在重复动机的原始形态呢 可是你会说啊 这里还是不错嘛 比如说这里动机还是有魔镜 又比如这里 这里还在左手以八度低音的方式 魔镜和右手形成呼应 还有导影 这里要真是给肖邦强行加分的话 逆行和逆行导影也可以算上 但是还是有问题 一来啊 18岁的肖邦的作曲技法还不够成熟 动机发展仅仅用了最基本的变化 尤其是魔镜 出版了有种为了用而用的感觉 而且啊 这个东西本身就没有什么亮点 它仅由半音构成 不属于很有发展潜力的材料 这就造成了它的逆行和倒影一样 逆行倒影和原位一样 所以如果仅仅用触及技巧 那就只能有两种形态了 这样一来 肖邦就好像前驴机穷了 接下来就只能用魔镜 在这两种形态上抽数 你再听一下 这是不是就在直观上给人一种重复太多 绕不出去的感觉呢 后来你有没有觉得这首曲子像是散装的 这里我要让大家知道什么是不散装 什么是有机整体 我们来比较一下肖邦10年后写的 第二钢琴中文曲的低乐章 诶 它的主部也是由小动机构成的 一开始就是这个动机 然后马上就重复一遍 接着在第三次重复的时候 小斑把第五个音降息往上翻了一个八度 用了Octave Displacement 八度置换的手法 这样一下就来了一个跳进 马上就把旋律打开了 接着高音的降息进行到高音的还原拉 然后又跳回到了Do 又马上出现了动机的魔镜 也就是从原来的降息Do降Re 魔镜到Do降Re和降Mi 这四个小节就组成了旋律的第一个分局 然后继续第二分局的开头 与第一分级形成了整体的小二度上的魔镜 但这里注意个细节 如果是完全的魔镜 第一个音就可以直接用降Mi 当时肖邦这里用了降梭 也就是说肖邦不完全拘泥于原本动机的音程 直接把前面两个音的小三度改成了减五度 这就增加了旋律的趣味性和流动性 为前面一个小节的高音还原拉 找到下一个支点 好 接下来三个小节我就直接放录音 也在上一小二度的记录上呼应了第一分局 这样就形成了第二分局了 好 第三分局 肖邦用了双音加强了旋律的厚度 最后第四分局来到旋律的顶点 你会发现虽然这里有的音程关系 和原始的动机不一样 但是肖邦依然保持了动机 大大大大大的这个节奏型 这就形成了一种整体感 虽然动机小 动机发展会形成一个有考虑的 有整体的顺畅的旋律 而第一种名曲呢 就欠整体考虑 有一种东一下西一下的感觉 很多页评表示 肖邦第一端名曲 第一月章最大的问题就在于 其动机发展不充分 哪怕是在本应该放飞自我发展的发展步 这个动机还是在差不多的形式下 以魔镜为主 继续续续绕道道 在贺游生的什么是中名曲这则视频中 我们就提到过 中名曲需要在音乐材料之间对比 最典型的就是第一乐章的中名曲是中 主部和副部的对比 所以啊 肖一还有一个毛病就是 对比不够 它的主部主题是 哎 腹部的主题好像是 哎 为什么我说好像呢 其实原因就在于 主题间的对比不够强烈 一般来说 这种名曲在和声方面 腹部主题都会转到别的调上 S8在这里整个大段落都没有转掉 甚至因为没有转掉 我都不怎么能清晰的分辨 主部和副部的界限在哪里 当然我也很犹豫 也许这个片段并不是副部的主题 副部的主题还在后面 但是我又找不到后面更有识别度的主题 后面的片段啊 钢琴一直在不停的跑动 拖泥带水 所以整个曲子听起来啊 让人感到困倦 混沌不清 而我们听到后来开窍后的第二种名曲 第一主题是紧张的 由小动机构成的长旋律 表达一种急迫的心情 第二主题则是舒掌的歌唱性的长旋律 音乐就变得非常的宽广明亮 甚至啊 小斑不再拘泥于动机的本身形式 相信你很容易听出他们的对比 调性上前面是紧张的小调 后面是安稳的大调 这就在有识别性的对比中形成了平衡 发挥了纵闻曲本身的特质 更多关于音乐欣赏和音乐理论内容 可以来我们的贺有声的给每个人的音乐必修课 以及用得上乐理 链接就在下方 具有可识别性的主题非常的重要 可惜啊 小一选择了这个不大有识别性的动机 没有充分巴掌 更没有形成有效的主题对比 因此曲子的低乐章就形成了一种混沌重复农长的感觉 那时候小斑似乎还没有建立自己真正的风格 前面说了 小斑写这头曲子 在生硬的模仿贝德芬 但你又没有发现他其实还在模仿巴赫 一开始竟然还有二部创意曲式的主题模仿 这听前辈大师当然没问题 但是这里小斑显示出了一种既要又要的感觉 这里曲子一开始就有一种要发展不同声部对位的感觉 但很快又被这几个像贝德芬式的和弦阻止了 如果我们当听右手旋律似乎有一点小斑自己的风格 那还是回到了非要去发展动机的感觉 给人感觉这首曲子在巴赫和贝德芬和小斑自己的风格之间显得不伦不类 实际上旋律发展式才是小斑的天赋所在 这也更适合浪漫主义的写法 你看一下小斑在后来的第二第三作品曲尽情的描绘完整的旋律线 用旋律进行歌唱对比 必要的时候可以直接牺牲掉动机来保持旋律的灵感 小斑自己的风格特征也很明显 旋律发展式其实更接近歌声帮片段的组合 是乐器的歌唱 小斑后来的很多作品都在用钢琴歌唱 同时又在超越歌唱 创造适合钢琴的契乐音乐语言 我自己也并不是很喜欢小斑的第一中文曲 但为了做这次的内容还是听了非常的多遍 无论听多少遍 总觉得第一乐章完全没有什么亮点 好像有一点听了跟每天一样的感觉 小斑的房车准确来说是一种不成熟 大概就只能算是寒丹学步 什么都想要却反而迷失了自我 不过这毕竟是小斑学生时代作品 而且通过分析他为什么写杂了 大家反而更能体会到他成熟的作品 比如第二中文曲为什么写得好 甚至我们也从另一个角度再度理解了贝都芬 作曲的视角下 我总能看到作品中音乐家的心思 今天我们也只是看到冰山一角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可以在弹幕上扣1 我也将继续分享此类房车视频 好的 我是贺友生小施子林赫 本期的视频也就到这里了 不要忘了给我们一键商链哦 我们下期再见